今天應該是我們要把最後部分攪拌 食物料 食物料我們剛剛講過了嗎? 這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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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對啊 剩兩禮拜而已啊 剩兩禮拜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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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兩禮拜 哎喲 不錯啊 為什麼不把這本餐拿出去洗一洗 我把這本餐都拍過一次 拿去你用洗的啊 他把洗啊 沒有給我買洗 他還更好 他會硬掉 用那個會吸的那個機器 因為他會有啊 那邊會吸的機器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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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會開 那邊會 會會的 嗯 對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放一個座 但我沒有看到 對 我只能放一個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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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抓了33克 一爽 好 别变 接一单就一 接一单就一 接一单 接一单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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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一单这边 嗯 好 怎么办 对 要吗去买 好 那个 我们把最后的一个部分讲完了 下礼拜我们讲过的时候 我们去评估一个集群的大小 比如假设这边有一个很多鱼 这个水池里面很多鱼 如果去评估呢 我们有很方法要做到嘛 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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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做 桌機號 桌機號 對哪些桌機號 對20隻桌機號 為什麼在20隻桌機號 因為才能算出比 做方法 顧名思義嘛 要先桌嘛 我們先把它桌起來 桌到多少 這個食堂裡面與我們先桌一部分起來 所以你假如抓30隻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嗯 不要 那應該多幾隻 20隻 因為20隻感覺比較好 蛤 OK 這個很好 就看水質大小 如果水質很大 魚人多 也許就要抓多一點點 也許就要平衡 那事實上這種時間都要多做一次 你只做一次 這樣也都做你的 好 做20隻或3隻都可以 抓出來之後我們就桌機號 好 做幾號 幾號做好呢 再把它放回去 對 再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之後呢 隨便拿兩隻一隻放進去 就要塗出幾號 就像要方法很多啊 你比如說在上面塗個顏色啊 油油 然後叫 或者上面像有些像魚 比較大隻的話 你也可以上面打個環 那魚旗上面打個環也可以 然後打包回去 那甚至有些他們會用什麼螢光 或者是給它一些 對 就是吃進去之後你去看 就可以照到它 那你先放進去之後它就放進去 我第二次再抓 再抓 假設再掛50隻 好 這次我抓 我抓20隻喔 我抓了20隻 30隻對比30隻做幾號放回去 我在掛50隻出來 我發現裡面有3隻 有記號的 那好多 那其他裡面大概有幾隻 嗯 150 為什麼是150隻 嗯 因為 50隻裡面只有3 50隻裡面有3隻做幾號的啊 可是我實際上是有30隻有做幾號的啊 所以裡面應該有10隻 大概幾隻 500隻 然後這個比例關係 什麼感覺 每50隻裡面有36多幾號 可是我實際上裡面有36多幾號 所以整個來講是大概530 那整個做方法的計算嗎 根本好像不準 蛤 不準啊 那不準啊 有時候魚可能會聚集在這裡啊 對不對 所以有顏色的魚 它可能因為 被其他魚排擠 它全部都聚集在這裡啊 所以撈的時候 撈起來只有這麼一點點 事實上 因為大部分魚在這裡啊 好 不準啊 所以有時候這樣子啊 好 那我們在一個 三個五個 就放進去 然後再攪拌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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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均衡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不一定這樣 好 那三個五個 你這個嗎 那三個五個 那三個五個 那四個 那個 那個 今天 今天我不買 我還今天把褲子吃上去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要積水 因為 今天兩天 他就積水 不不不 之前下過以後 水就睡了 蛤 昨天晚上是下大雨 很大的雨嗎 很大 真的很大 哪裡擠水 就是我們那個 新蛙的那隻 是在擠水 哦 新蛙 新蛙的 好 所以呢 每來用 宜蘭沒下雨嗎 沒有下雨啊 還好 好 那我們說看 我們在說 食物業的時候啊 我們說這草 好 上來給昆蟲吃掉 給動物吃掉 給 肉食 給生物吃掉 對 那這些生物再給肉食性動物吃掉 好 然後 最後這些動物可能又會給 比較高 食物電子最頂端的吃掉 吃掉 然後回來 給細菌分解 再回來給植物利用 好 這是等於一個食物電子循環 請問他 請問他 這是 這循環裡面代表什麼 代表一個 代表一個 什麼 蛤 代表一個什麼 食物電 對食物電 食物電 那你為什麼這些草 這些動物要 這些昆蟲要吃這些草 為什麼 為了蟲 為了蟲 對為了蟲 為什麼 他需要什麼樣的蟲火 需要什麼東西才能蟲 需要養分和食物 需要養分跟食物 食物跟養分是一個東西 食物 食物 食物就是養分嘛 事實上我們要吃東西 我們說 維持生命的三大藥素是什麼 三大藥素 水 空氣 陽光 水 空氣 陽光 那你吃 他吃草 他獲得食物 因為陽光空氣水 他誰來的 蛤 維持生命的三大藥素 陽光 空氣 水 他吃的這些動物 吃的這些植物 他事實上獲得了什麼 三大藥素 洋光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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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植物可以獲得水 洋水 他吃 對啊 植物裡面有水 但主要水分應該不是從那邊哪裡 有時候他是會去吃水 但是 他從這個植物上 從那植物或者是說 在上一層的動物 他一吃這個骨頭 他獲得了什麼 他獲得了洋光空氣水的哪一部分 洋光 洋光 洋光代表什麼 能量 能量 洋光代表能量 所以說植物骨的能量之後 他把植物鋪定在身體裡面 然後再別別的昆蟲吃掉 然後能量呢 就轉移到這個昆蟲的身體 然後這能量呢 再被動物吃掉 又轉移到這動物身上 跟小鳥 對不對 然後這小鳥身上也有能量啊 就會被老鷹吃掉 所以月亮也有能量 月亮當然有能量 月亮應該是所有東西都有能量吧 可是你會去吃月亮來獲得你的能量嗎 對 我們看肚子餓的你會吃什麼 肉 肉 肚子餓的吃肉 對不對 肉裡面有能量嘛 我們吃肉來獲得能量 對不對 所以你會吃一些食物來補充你的能量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能量來 讓我們可以運動 讓我們可以生長 讓我們可以成長 讓我們可以成長 成長 這些都是需要能量的 另外一個我們常常講 單細胞生物 它的成長是什麼 單細胞生物的成長是什麼 分裂 分裂是什麼 單細胞生物的分裂是什麼 哈囉 分裂是什麼 分裂是什麼 單細胞生物一隻變兩隻 這叫什麼 分裂 分裂沒有通常是分裂 它的行為是分裂 分裂 它的這些動作叫做分裂 那單細胞生物的成長是什麼 生長或成長 長大 那長大什麼 什麼叫長大 單細胞生物的長大叫什麼 分裂 分裂有沒有通常 分裂有沒有通常 那叫組 組合 嗯 所以單細胞生物一開始出生的時候 一開始就這麼大隻 就這麼大隻 分裂完了變這麼大隻 然後繼續這麼大隻 就這麼大隻 那是怎麼樣 它慢慢長大 它慢慢長大 所以單細胞生長是長大 變大 它變大到一個程度之後 變小了 為什麼就是分裂了 變兩隻小的 那這個兩隻小的慢慢長大 長大長大長大 長大一個程度 再分裂 對不對 單細胞生物是這樣 好 所以它需要能量 這一過程需要能量 所以它需要吃東西 所以當我們 最後面如果說不管什麼都不死掉了 它會不會有個細菌 細菌做分解 分解的時候獲得最後最後的能量 獲得最後能量 也就是說 當初太陽照的能量 在這個植物上面的能量 到後面就全部消耗帶出 就全部用光 全部用光 好 那所以這是一個能量的循環 那除了能量循環之外 我們看它怎麼循環 水怎麼循環 在大自然鏡頭水怎麼循環 流動 流動 怎麼流動 就從高速往低速 從高速往低速流 啊就循環了嗎 這樣沒有循環啊 從高速往低速流流到海洋 然後呢 蒸發到片雨然後下雨 OK 這是大自然的循環 對沒錯 它從山上 下雨 下雨 如果它真的在流的話,它只要曬到太陽,或是旁邊跳霧出,它又蒸發 因為我這邊地上,我撒了一堆水,會不會蒸發? 會啊 會嘛 我這個地方只要霧度,水就會蒸發 水就會慢慢蒸發 好 那這是講自然間通水的流動 啊,生物裡面的水會流動 生物裡面的水會流動 什麼? 我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去 生物體 生物的水怎麼流動? 水怎麼在生物界裡面流動 是不是我們自己想要,這個怎麼解釋不太好? 這講清楚一點 呃... 好,看看 水怎麼在你身體裡面流動? 水怎麼在你身體裡面循環? 血液,然後咧? 蓋動,然後咧?這樣就循環了 所以你血液在裡面蓋動,就循環了 所以就好了 這樣什麼? 有錯嘛 蛤? 有錯嗎 有錯嗎?好,我們嚮嚇看好了 對 我們嚮嚇看 我 在血液,為什麼要流動? 因為身體需要 需要什麼? 流動 身體需要要流動,它就流動 嗯 一定有目的嘛 那流動腹底是什麼? 就是血液 還沒有一個部份 那你養分到哪裡? 到神經 四肢,頭腦,肌上 任何一個部份 任何一個部份 不是只有神經跟頭腦 四肢而已 你做了任何一個細胞 做了任何一個細胞都需要養分啊 對不對? 血管到外面分支,到外面就是微血管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每個細胞旁邊 都會有跟血液可以接觸 它才可以接觸到養分啊 它是可以靠擴散的方式 把血管裡面的養分擴散出去 好,只有得到養分嗎? 還有別的功能? 還有別的功能嗎? 血液啊,都有什麼功能? 我們要把單細胞生物記不記得 單細胞,一個細胞 他怎麼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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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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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 吸收 吸收,哦,吸收 OK 好,是讓我們看過那個 我們講過一包嗎? 一包,你記不記得 記了 一包,我忘記了 他就是會把一個 假設這邊有食物 一個食物是擴散進去 那如果食物突然不進去呢 他就把它包覆起來 你記不記得 把包,然後進到裡面 變成一個一包 才開始分解消耗 消耗完之後呢 這一包裡面已經沒有食物了 變成什麼? 剩下什麼? 養剩人 已經沒有了 都會吸收,變殘渣 殘渣是什麼? 垃圾 是垃圾 是垃圾對不對 這垃圾怎麼出去? 應該把它排出來 對,怎麼排出去 用擠的 然後就把一包 慢慢慢慢慢慢 一包就把它吸收 細胞皮的表面 細胞膜的表面 拿著 跑出去了 就弄它擠進去 沒有人都擠進去 這一個細胞啊 所以 正常來講 一個 我們想說 新陳代謝 或者說 你一個生物 你會吃東西 所以你就怎麼樣 只有吃 只有吃 就好了嗎? 這個生活就健康了嗎? 嗯 它怎麼樣? 有 它排泄嘛 你有沒有辦法 這噁心喔 那只有你一整天都不要排泄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一整天都不要排泄 沒有 一個人齁 一個人齁 一個人一天不吃東西 可能還沒有事齁 兩天不吃東西可能沒有事齁 一個人一天不排泄 事情會很大便 一天不排泄 事情會很大便 一天而已 一天 你可以憋著啊 不要上廁所 不要尿尿 不要大便 然後 然後你會 你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嗎? 你可以想像一下嗎? 那威脅喔 我沒有威脅啊 他都不知道為什麼要 他都不知道為什麼要 就試試看 就試試看啊 你試試看啊 對不對 好 試試一下 如果真的 如果一整天都不上廁所 會大概 會生很大的病 會很嚴重 所以醫生基本上在檢查 病人齁 都很在乎的是 他排泄質是很正常 那尿的顏色啦 或是裡面 大便的狀況 都會檢查這些東西 是水水的 也是 對啊 因為像 像我昨天 前兩天 看那個醫生格雷 他說 他那個 膽管有問題嘛 膽管 他檢查他的膽子 因為他就直接要抽出 不然的話 他直接 排放他腹腔 腹腔就會 就會 就會被腐蝕掉 這是一個人的肚子 你不知道有幾集可以看啊 他有十劑啊 每一劑大概二十一集 二十一集到二十二集 那應該 那應該早就看完了吧 沒有 只有看到第七劑而已 好 好 那那個膽子流出來了 他就會造成什麼印象的影響 所以他就會抽出來 抽出來 抽出來就是觀察到膽子的顏色 膽子的顏色 如果變色的話 就會出現病變齁 這病人就完蛋了 結果後來那個 大概只有十分鐘之內 一個沙拉那 那個顏色幫他改變 這病人就 突然死掉了 這很快 人都這樣 這次排泄 跟排泄都相關問題齁 我餵他後來十一秒 好 所以你看 細胞 要吃東西 要排泄 人 人 人身上的血液循環 除了只是輸入養分之外 還要做什麼事情 好 把脹東西帶走 對不對 他是不是譬如他到我手上這個細胞 這細胞 除了吸收養分之外 這細胞也把無藥的東西 就給血液帶走 所以幾 står循環循環是 循環循環繡 循環到我的身上 心臟 要循環到哪裡去 這肥肉不羥窩 Mover 腸子啊 胃 腸胃主要是吸收的 那腸跟胃都不吸收的東西 他就回到 大腸 在做最後的水分吸收完之後 就排泄掉了 那是吃東西進去的最後的排泄 可是你的血管把養分送到細胞之後 細胞有一些背物 這時候不是吃東西的背物 是細胞裡面的背物 這背物主要是以液體的方式呈現 它直接給血液帶 那血液要當然去把這背物給結起出來 這就是背物嘛 被這個紅血球帶走了 被血管 血液帶走了 然後被血管帶走了 帶走它當然去清理 我們以前看過影片啊 你都忘記了 身體最重要的處理水分的背物是哪裡 就告訴我 是你家 身體裡面最重要處理背物的水分的背物是哪裡 哪個器官 我忘記下面 下面那個 我忘記了 你看 你上個 記不記得這是什麼 腎 腎 腎 不都兩個嗎 腎有兩個 腎呢 它就是用來處理 實際上有人說叫做排行 它是讓它背物結起出來 血管經過腎 那腎小管 記不記得 腎小管 它這邊腎管會做一個透吸 它會把那個腎管裡面的背物給 吸出來 腎管 就是腎透過去 腎透過去 腎透過去 腎透過去到腎小管裡面去 會吸完之後 再要腎 集中了膀胱 那膀胱都滿了 要去尿尿 那洗腎是因為他四眼已經沒有辦法用了 他四眼已經沒有排除肺部的功能 洗腎不是正在洗腎喔 洗腎怎麼處理 摘掉 把肺部抽出來 怎麼抽出來 用那個 水型 洗腎的人手上都會有一個管子 有沒有看過 管子就插在血管裡面的 固定在裡面 基本上管子用很久 你不能一天插 因為我今天去再插一隻血管 你的血管久了久 會僵化 所以通常就會插一隻血管 但血管就是類似用的 埋在你的手上面的 就不會去插它 每次要去洗腎的時候 他就把新的管子插進去 就像打點梯記不記得 你們看過打點梯 打點梯手上會留個管子啊 如果你先要去上車的時候 建議要去做什麼事 他點梯必須拔掉 他不會直接從你的肉拔出來 因為過了 你們需要打點梯手 點梯的管子先留著 只是把旁邊那個口才拆起來 等到你要打點梯 幹嘛 直接插一隻 因為你這樣 就不需要插一點肉 你再痛一次 你不再痛很多次對不對 所以說 重點是點滴帶的時候 點滴帶的時候 一個是點滴帶的時候 但是有時候你需要把點滴管子拔掉的時候 它在你血管的外面會先留一個小管子 你可以直接從那邊跟點滴管子 然後從那邊把這個管子拆進去 因為分開嘛 分開之後它就不會再繼續打點滴 但是你的肉還是插一邊針 但是你會好 沒有沒有你不會那麼痛 等到它從打點滴的時候 它不需要再炸一點針進去 它直接在那孔把接起來就好 不會不會 它很大一個啦 這是手背 它是打一根針進去 然後這個針外面是一個接口 然後跟蒜頭 這個接口 所以要打東西它直接從這個接口接上去就好 你就不去打針啊 針就斷掉了 那針能出 真的還蠻粗的 好 然後洗腎就是一樣 因為它在洗刀流根針管子 那它一洗腎之後 就直接把那個洗腎的機器插上去 那兩個接口一接進一個出 它實際上是把你的血液 送到那個機器裡面去做清理 把你的血液做清理 因為通常你的腎裡面 腎已經壞掉的話 它沒辦法做很好的透析的時候 你腎的排毒功能沒有 那實際上腎在做誰的排毒 在做鞋的排毒 他把鞋裡面的背部也排出來 怎麼樣 可是你說 每次都覺得那個機器很貴 然後 反正那個機器如果要用的話 自己家買可能要花好幾 所以沒有人買機器啊 對啊 所以都自己去用那個 自己用洗腎那個袋子 洗腎袋子 就是 跟我說 有一箱一箱的 然後你要 反正現在有健保 就是 我一說怎麼辦 洗腎通常要洗腎中心 要去一個醫院洗腎 不用 現在唾液就可以了 什麼 現在唾液就可以了 唾液 唾液 在裡面唾液 自己家裡自己用就可以了 用微波爐 微波五分鐘 然後拿出來 反正他們有一箱的藥 一箱一箱的藥 那可能不一樣 你講的東西跟我現在講 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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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清楚你 我不清楚你這個做法 為什麼我改說他 是把自己 他會破的 我認識做法 我認識做法 反正是有一個藥塞 裡面裝那個褲操塔 然後還有一個 反正就是一樣 跟排擠一樣 反正就是他 聖漢膀胱之間 就已經沒有辦法 去做排擠 然後就用那個 那是什麼 反正就是一個 兩袋子 一個是裝你的排擠 我另一個是褲操塔 所以他是要把血液接進去嗎 嗯 好像是腎 反正根管子在 好噁心喔 腎耶 塑膠板 這跟那個一樣 是接頭上腿 好噁心喔 這個東西我 我 你講這個我沒聽過 所以真的我沒聽過 因為我就覺得 他現在在洗腎 我知道 然後他那個 嗯 對 事實上我們覺得 這東西很難理解 事實上現在的 醫療技術很發展 就像你剛剛講 事實上有人揭露管 譬如說因為他的 職場出問題 他已經職場沒有辦法幫他中冷了 他就把職場的功能 就接在這個旁邊 就埋一根管子 那有這埋一根管子 然後也是大便一根管子出來 好 那不管怎麼樣 牌線這種 我今天又不是有缺點 是 什麼 我今天 那不會直接帶出來 對啊 所以他接糞袋 他接個大便 那接個袋子啊 裝大便的袋子 欸 那微波爐管 真的會賞 微波爐怎麼樣 微波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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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 現在不是有說 會怎麼樣嗎 你告訴我 會怎麼樣 殺 殺什麼 殺精 殺精 精子啊 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應該他會殺應該全部都燒 那只有精子而已 你看微波爐 微波爐加熱 你們知道你加熱什麼嗎 不知道 他看到那個頗長 蛤 什麼輻射 他什麼輻射 我不知道 好像舊的這種輻射 屁啊 家裡面放一個輻射 神經病 來加油 輻射 其實很多種 都是輻射啦 光線也是輻射 也是一種 所以叫輻射 但是 你講輻射非常濃謊 所以我沒有辦法解釋 就是靠輻射 對 光線是靠輻射啊 燈打了 為什麼燈會亮 因為靠輻射 把光線輻射出來 可是靠輻射不能解釋一切啊 微波爐怎麼作用的 不用只聽一個解釋 對對對 我現在不能解釋啊 你既然聽一個解釋 你可以把它解釋 解釋清楚嗎 不要 好 那我把微波爐解釋一下 你看 你家人真的對你很好 微波爐 好了 微波爐是這樣 微波爐它有一個波長 它浮生一種波長 那波長的頻率 那個波長的長度跟頻率 剛好可以跟水分子做共振 跟水分子做共振 那共振記不記得 聽過沒有 好譬如說今天 樓邊的蕩蕩 蕩蕩蕩 蕩蕩短跟長 它那個頻率就不一樣 我在它後面 我如果它下一個 我就推拉一把 下一個就是推拉一把 那個頻率 如果跟它蕩的頻率是一樣的 它越蕩就越高 越蕩就越高 你知道頻率相同 所以我們 這個波 打出來的波 跟水分子振動的頻率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波長 你不斷地跟水分子做一個 加烈的激烈的振動 越來振動會越大力 振動會越大力 增動越大力 就形成什麼 熱 對 就形成熱 水就沸騰了 所以它是靠沸騰的水 去把食物做加熱 所以通常在加熱食物的時候 你用微波的時候 它是這樣整個 同時間對所有的水分子一起做加熱 所以要少一點水 有水是最好的 沒有啦 它就會太乾 好 那所以今天如果這個微波 你那個微波你啟動的時候 這門是開的 那人如果站在旁邊會怎麼樣 會很乾 什麼會很乾 你身體的水也會加熱啊 喔這樣很熱 你身體的水會沸騰啊 所以你身體被灶到那塊呢 可能就會熟掉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微波 微波它會直接打到水分子 它會直接打到水分子 但是 但是 這是 應該無味啊 因為微波我基本上 那個門都設計過 它波是打不出來的 它波是打不出來的 所以微波會壞掉 好 微波會壞掉 好 所以水 水分 水分 在身體怎麼循環 這樣 再講一句 靠血液 血液是在身體裡面做循環 但是我昨天循環是說 它怎麼從外面進來 身體 再從你身體再出來 用你的 水花 然後 喝水 然後 進你的肚子 然後 再擴充到水 再講一句 蛤 這樣怎麼樣 怎麼來不問 你說 喝水到你血巴 然後 再進到肚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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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欸 好像就是 擴散 好 好像植物一樣 其實根本也都有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喝水 喝水 水中 你的口 進到食道 進到胃 進到小腸 進到哪裡 進到膀胱 進到大腸 還沒進到膀胱 這邊沒有膀胱 這跟膀胱沒關係 進到大腸 這裡面這些 我剛剛講的 喉嚨 食道 胃 小腸 大腸 誰可以吸收水分 大腸吸收水分 沒有 大腸旁邊的血管 會把水分 給 擴散過去 所以水就進到大腸裡 可以進到大腸旁邊的血管 所以血管就吸收水分了 水分 水管吸收水分之後 水分就開始在身體裡面循環 對不對 身體循環 為什麼你要喝水 因為你的血液才會流動 你才有足夠的水分 讓血液喝 所以你身體有了血液 血液裡面有水 水就會靠心臟 砰砰砰砰 就把它壓住到全身去 血液到肺裡面 要跟誰交換 要得到什麼 到肺裡面是要交換什麼 到肺的時候交換什麼 氧 氧氣 非常好 對 氧氣 他把二氧化妝排出來 把氧氣給交換回去 這是紅洗頭的主要功能 他交換 交換的時候 從背部出來的空氣 就是比較有氧氣很多的 氧氣很多的 經過心臟的碰碰碰 就送到大腦 送到四肢 送到大腦跟四肢要做什麼 送到大腦跟四肢要做什麼 怎麼會學 揪滾 做什麼 這個比較有熱動 可以什麼 震動 可以動 他把養分送過去 把食物送過去 我們剛才講能量 他把能量送到哪個細胞去 那把什麼東西收回來 把什麼 把髒東西 把背物對不對 細胞分解完 無藥的背物 就送到血液 抬回來 這血液就流到哪去 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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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臟就把血管裡面 補藥的東西 再抽合到腎臟裡面來 變成尿尿 變尿液 尿液 尿液到膀胱 膀胱 膀胱馬上就去上熱頭 把它排掉 血一直這樣循環 那血 血在這邊就跟腎臟做分離 腎臟他會把血 譬如這血管對不對 這腎小管 他兩個都交換的時候 他不會把血排過去 他只有把一些比較小的背物 還會去腎小管 所以這個血管的血還是又回去了 可是腎小管的血就回到膀胱 腎小管裡面主要是液體跟一些背物 所以說腎壞掉就洗腎 對 腎壞掉就洗腎 因為腎他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有個功能 他處理不了這些背物 那你的類似有不絕 對啊 人類身體很厲害 這些東西我們用科學要做 都做很久 這是我 好 然後呢 這個水分的循環 水分在身體裡循環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除了講說 有能量循環 有水的循環 空氣呢 人的身體空氣需要的循環 空氣能吃嗎 空氣能吃嗎 我們沒有空氣可以活下來嗎 不能 怎麼樣 我們要空氣 好 我們先講空氣主要的成分 大氣裡面主要成分有哪些 水 大氣的主要成分是水 大氣的主要成分是水 大氣主要成分是水 大氣主要成分是水 空氣、氮氣、四分之一是氧氣 大概四分之一是氧氣 有這些一點點的地方 一點點就比較多的地方是什麼 叫做氧氣 氧氣是這種作性氣體 它沒有什麼功能 那一般在氧氣方面 我說一點點 大概七十八到七九之間 那三個 七八到七九之間 大概是二十不到大概十九點 再講一次 氧氣、氧氣、氧氣 氧氣只有在0.0 0.9%不到 剩下這什麼 剩下這就是二氧化碳 氧氣、氧氣、氧氣、氧氣 還有一些氧氣、氧氣 這些氧氣不到0.1% 可是這些氧氣很重要 這些氧氣就是目前溫室的主要來源 氧氣、氧氣 在生理面循環是什麼 在生物界空氣 在生理面循環 氧氣跟氧氣 氧氣跟氧化碳 這是一般的動物來講 是這個樣子 可是事實上 我們所有人都需要氧 口裡有氧氣,氧氣就裹不下去了 為什麼 沒有氧氣 沒有氧氣 剛才其實 小偉講一個重點 你剛才講一個重點 沒有,我做我笑 你說什麼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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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現在講就是 一個有機物質的成分 但是有機物質的 有機化學物質的主要東西 只有碳跟氫 水就代表氫 碳氫氧 至少還有一個重點叫做蛋 蛋為什麼對人 對生物很重要 因為有蛋白質 對,非常好 蛋白質 蛤? 蛋呢? 我到底是誰 我到底隨便講的 沒有,他說 他說的人是那個 我知道嗎 雞蛋的蛋 蛋白質裡面 蛋白質裡面 有很重要成分 就是蛋 蛋是形成蛋白質主要的一個 成分之一 可是很奇怪 我們蛋不能直接被吸收 因為我們每天呼吸 我吸進去的空氣裡面有多少蛋 是蛋比較多還是癢比較多 不是 吸一口空氣 誰要蛋比較多還是癢比較多 怎樣 蛋 蛋 蛋比較多嗎 蛋有78%啊 79% 現在四分之三就是蛋啊 可是在空氣 這些空氣裡面的蛋 會不會有身體吸收 不會 會不會 不會 不會齁 你講太快 我就聽不聽你這樣講 不會 慢慢講 不會 不會 這個蛋是沒辦法被人體吸收的 所有動作都一樣喔 所有動作都一樣 在呼吸的過程當中 這樣的吸收 是沒辦法把蛋吸到肚子裡面去使用 但是癢可以癢 癢可以被人體應用 光這樣吸 就可以被應用 這蛋 蛋怎麼辦 我們怎麼去得到蛋 蛋白質的蛋怎麼來 吃雞蛋 蛋白質的蛋怎麼來 什麼蛋白質的蛋 對 吃蛋白質 蛋白質的蛋 怎麼來 怎麼辦 怎麼來 我們獲得這個蛋 我們就吃蛋白質 吃蛋 原來蛋白質從哪裡來獲得蛋 經過腺臟 搞不好 在搞不好 動物吸收 搞不好 就是 好 搞不好植物 對植物 主要從植物來的 植物的根呢 有些植物有些豆科類的植物 它有一些跟硫菌 跟硫菌呢 它就可以吸收蛋 它可以把蛋給吸收出來 蛋吸收起來之後 最後為什麼人家常吃豆科的植物 就像豆科的植物 豆科的植物 豆科植物裡面都有什麼 豆腐和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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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像吃麵筋 米T 或吃什麼 豆腐和蛋白質 豆腐和蛋白質 豆腐也有 豆腐有很多蛋白質 對齁 但我是黃豆做的 黃豆做的 米T也是黃豆做的 米T是 米T是黃豆做的嗎 對 是黃豆做的 我剛才是做的 麵筋不是 麵筋 我死了 欸 麵筋是麵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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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筋不是 不是 黃豆做的 那我不會死 可是其實它做的東西很多啊 像 豆腐和豆腐 像我們吃豆干 豆干是黃豆做的啊 我的頭 KEVIN 有顆椽物 它就能 від 它的根麵延長 根麵有距離 收密環 就可以固定蛋 它會把蛋 把蛋變成它身體 Karma 它變成蛋白質 然後呢 變成蛋白質之後呢 這個東西就可以開始在 所有的生物往後 email 在生物裡面循環 所以在生物裡面循環 所以一般來講 空間的循環 有三種 第一個是一般 我們動物的呼吸 呼吸的時候 吸呼吸都吸吸 都還會非常迫爛 第二个是什么?植物的光合作用 植物的光合作用它吸收什么? 它吸收什么? 二氧化碳 它吸收二氧化碳 光合作用它主要是拿二氧化碳 跟水 这两个东西形成什么? 氧气跟葡萄糖 它形成氧气跟葡萄糖 靠雕 所以葡萄糖就是植物的氧分 第三个就是氮气 氮气怎么循环? 再讲一遍 氮气 氮气怎么循环? 植物 植物怎么样? 葡萄糖 葡萄糖 蛋吸收之后 它就变成植物本身的蛋白质 吃这些植物 吃进去把蛋回到人的身体 就变成人的蛋白质 先变成人的蛋白质 没有 我刚才想到你刚才已经说过 所以说 所以说 那个 那个什么 那请问 这些蛋就有什么排出去了? 这些蛋 你吸收了什么都排出去了 你都排出去了 大片 大片排的比较少 像蛋大部分是什么 尿尿 你有没有听过尿素的东西? 尿什么? 尿素或ammonium 没有 尿素 我问尿50块 所以说 那个蛋水化合物 不是饮料吗? 碳水化合物不是饮料 碳水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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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你吃的東西太難吃,它就會排出一個癢 這跟難吃沒關係,難吃是主觀感覺 那個太...太...太噁心 太髒 你吃的東西太髒 也不是這樣子啊 你吃的東西太多癢 不是,你吃的東西有吃太多蛋白質 你身體沒有吸收這麼多蛋白質,它就排掉了你 喔,蛋白質 所以我們事實上蛋白質不能吃太多 所以蛋白質就會變少而已 事實上的攝取就好,事實上的夠用就好 蛋白質就會變少 尤其是像你們在成長 因為你們在生長的過程當中 你身體需要所有的養分 因為你要建構你的身體 熱量 所以你就需要不只是熱量 你需要材料 不是啊 那熱量有什麼東西 什麼都會變得更多 這都是熱量啊,澱粉啊,蛋白質都是熱量 沒有錯 澱粉,蛋白質,糖 糖,對 就是三個 這都是熱量 脂肪也是啊 這四個而已 對,大概就是這四個 你身體在成長中 小baby開始長大 長大 長大變成一個大人 過程當中 你身體需要很多材料 對不對 去堆一點你的身體嘛 所以這時候你需要很多食物 可是當你看像我長生中 我已經不會再長大 吃點食物再長兩個多分高 有可能 我不會了 真的有可能 你只要用念力 好,謝謝你 我不會再長高了 我不會再長高兩個多分 我現在能夠為了 成長就只有橫的成長 我不會再直的成長 我會再橫的成長 我會出現的時候 會變得很胖 對 可是另外一個原因是 我們因為不需要成長 不太需要成長 所以整個性能代價變慢 所以我多次的食物 就囤積起來 就變肥肉 之前蠻藝 所以我會長0.5公分 好 那那個是 我跟你講 你今天晚上睡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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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晚上升高 你有沒有發現很奇怪 你你哥你早上突然長高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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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晚上兩個一個點回來 測試一下 對,你看我最會 你剛才你身高沒有錯 好 那後來我熬夜 幾點啦,看一下 然後就變高了 58 熬夜成長 沒有 沒有 然後那個 只剩一分鐘 好 所以你 我們的蛋是這樣的循環 所以蛋清 蛋 空氣跟水的循環就講得很好 好,聽他們講一下競爭關係 講完就像這 唉唷 H-E-E-E-A 欸,這麼好棒 樹到來是 晚上拆氧氣 有自己早上的樣子 什麼 二雅化山 樹 樹怎麼樣 白天 是晚上 製造的 呃... 白天一下嘛 它是 它是 光合作用什麼時候形成的 白天 光合作用應該照亮光 找光合作用啊 應該有光電照光合作用啊 所以 只有光 只有在星光的時候 他來產生氧氣啊 他如果沒有辦法行光合作用的時候 他 是對著什麼 他在做呼吸活動 呼吸活動 是把氧化碳排出來哦 他一樣呼吸又跟忍一樣 他是吸收氧氣 排作氧化碳 奇怪 以前還有板上沒有很長的形象 好 啊 那個 生物跟生物之間的競爭有很多種 你們有看過 看過那個叫做 白蟲沒有 白蟲 我現在買蟲材質 白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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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過白蟲嗎 紅色然後 看你這樣 很像秋風對不對 但是比較長 好 白蟲 我們以前小時候 白蟲是一個很討厭的寄生蟲 因為很多種類的就會 遇到白蟲 白蟲 白蟲 白蟲不是在騙你 白蟲 白蟲他就在牆子裡面不懂 他在牆子裡面不懂 他在牆子 他最後會不會長得跟牆子一樣大隻 跟什麼 白蟲 不會 他會跟長得跟牆子一樣的 白蟲 可是我剛聽過有那種大出來 超大隻的 白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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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般人得到那種寄生蟲不會長大 那為什麼叫寄生蟲? 為什麼叫寄生蟲? 為什麼叫寄生蟲? 你拿在你身上,在體驗 吃你的東西 所以只要是這樣,它就是寄生蟲嗎? 要記得到這個 再講一遍 在果的動物裡面 那同樣的喔 我們今天消化不良 我大運不順的時候,通常會叫你把人家去吃點抑菌 有沒有聽說過? 它不是寄生蟲 抑菌是不是寄生蟲? 不是 因為你會把牠擺掉 抑菌不一定要擺掉,抑菌在你大腸裡面就是活在那邊喔 你的抑菌就是... 它對你好,它對你好 通常我們在講都是寄生 寄生或者是抑菌要共生 你看,人類多自食啊 而且你知道嗎 你身體沒有這些抑菌 你可能還會有問題喔 你一樣是會瘦巴巴的 為什麼你沒有抑菌? 他媽媽要幫你講 把你的消化還是不良 對啊 所以抑菌對我們很重要 可是肥童就不喜歡 肥童就不喜歡 因為肥童他幫的養分是全吃掉 而且肥童這樣養分對我們的人有幫助 對我們的人有幫助 哈囉 有啊 肥童這樣養分對你們有幫助喔 所以你需要有肥童在身體裡面 當然不是啊 那是怎麼樣? 它對我有好處也不要躺 你的意思說你身體... 就像這些抑菌對你有好處也不要躺 不一定 你衣服好 我看錯了 好 好 基本上你身體如果沒有這些抑菌喔 你可能會很辛苦喔 你的養分會很足喔 因為這抑菌會幫助你消化你的食物 那你消化完食物之後你才可以再吸收 如果沒有這些抑菌的話 你身體的吸收就會有困難 就會幫你困難到 就會不太用養分 可是肥童呢 肥童會把你的身體的養分吃掉 你不要打自己養肥了 它不會讓你有得到這麼好的抑菌 所以基本上 這整個生態系統裡面 它就是有這樣的系統喔 有些動物之間 像抑菌來講 它基本上也是種分起來生物嘛 生物跟生物之間 彼此之間有些競爭 譬如說我們人在一起 我們就競爭嘛 假設我們是生物在這邊草園 我們都吃這些草圍生的話 多一個人 我們就少一份食物嘛 就是這樣 同類通常來講要競爭 會競爭吃食物 可是我不會因為競爭吃食物 通常啦 在一般來講 不會因為競爭吃食物 就把你給殺了 除非食物真的非常有限 有限到 就是像你看 兩隻狗肚子而已 丟一個狗肚子 吃兩隻狗肚子 丟兩隻狗肚子 怒怒相似 然後誰比較大隻 就把另外一隻給乾走了 他可以吃到狗肚子 然後那要競爭對不對 可是呢 有沒有那種鼻子幫忙的共生 全球之間要共生 合作 合作 合作一起活動 好 他們要站一個區域的時候 譬如說像螞蟻跟牙蟲 螞蟻跟牙蟲 牙蟲 好 螞蟻跟牙蟲它就是一種共生 牙蟲它本身會分泌一種甜甜的東西 螞蟻會把它當食物食料 所以牙蟲就是像是馬蟻的牛奶 奶牛一樣 就是牛 它負責產出一些食物給牙蟻吃 可是那牙蟲很脆弱啊 牙蟲會被牙蟻挑 不是,牙蟻會保護牙蟲 牙蟻會保護牙蟲 所以牙蟲就會活得比較好 牙蟲超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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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牙蟲是一種共生的形態 牙蟻保護牙蟲 牙蟲就可以分泌一些 可是牙蟲不一定是在同一個窩 不一定同一個窩 所以說牙蟻要保護的話 也不一定是要保護牙蟲 對 OK 下一個 我看過牙蟻的保護牙蟲 你有看過